大家好,我是阿揪 在我創作這十幾年來 很常被問到一個問題 哇,你畫畫這麼厲害 是學設計的嗎? 哇,你很會畫畫耶 是讀美工的嗎? 哇,你很會畫畫耶 可以免費把我畫樣彩圖 無限制修改明天交給我嗎? 我... 殘念的那 我就提示你們我修讀的科系吧 這樣子,大家知道這什麼科系了嗎? 嗯... 腦子有東西 靠北喔 初次見面 第一次接觸到日文這個語言 是在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媽從朋友那邊帶回來 一大堆哆啦夢的原文書 兒子,我拿了一堆小金丹給你看喔 哇靠,太多了吧 太讚了吧 這樣就可以看爆 What the fuck? 打開之後 就是滿滿不明的語言 哆啦夢說著一堆我看不懂的字 明明是看過的篇章 但此時卻完全看不懂劇情了 媽 你拿到盜版的了 瞎會 這就是我跟日文第一次的卸購 後來才發現 原來哆啦夢是日本人畫的漫畫 因為當時台灣盜版都把翻譯在地化 野筆大雄叫做葉大雄 出木山叫做王聰明 大雄的家在中和區 我小時候一直以為 哆啦夢做的就是台灣人 原來這一切都是假的 原來哆啦夢是講日文 原來我家裡在一起酷子的漫畫 通通都是盜版 媽媽帶回來那些 還是真正的正版哆啦夢 裡面滿滿沒看過的篇章 可惡 好想讀了這些篇他在講什麼 可惡 感覺每篇都很有趣 可惡 為什麼這篇胖我會突然跟小福 只穿內褲睡在一起 避免有這篇好嗎 於是我當時自己去跟鄰居阿姨借了日文字典 想說看不懂就一個字一個字慢慢查好了 喔 原來大雄叫做 喔這個字很常看到 是NO 於是我因為哆啦夢的關係 學會了第一個日文字 NO 啊你晚上想要吃啥 我要吃媽媽煮NO飯 還要就 你等一下放下要去哪裡啊 我等一下要去書NO店 麻煩他就起來念一下你的作文 我NO志願 NO三小 因為NO這個字算是普羅大眾最常接觸到 也可能是第一個會碰到的日文字 所以當時的我就變成了 NO NO秋茶師 欸 那我們這次漁遊會的餐位名 就叫做 好吃NO炒麵 可以嗎 稍等待 正確的NO 應該是要這樣寫才對 天啊 阿秋你怎麼知道 阿秋好博學多文喔 阿秋好 我要跟你結婚 請勿散打自己的一些幻想好嗎 就這樣 因為當時課業為重 就沒有繼續研究日文下去 而真正讓我喜歡上日文的時期 則是我上了國中之後 上了國中之後 課業變得非常繁重 每天都被課業壓得快喘不過氣來 而就在國一要升國二的期末考結束之後 有一位女同學帶了一張 日本偶像團體的CD到班上來聽 團體名稱叫做WINS 那位女同學是WINS的超級鐵粉 每一張專輯 包括初回版 限定版 台壓版 拉哩拉扎版 或是各種周邊海報小卡 全部一印俱全 而她就是WINS的傳教師 到班上到處拉攏同學成為WINS的粉絲 欸 阿舅 你聽啦 真的很好聽喔 他們這張專輯相當超好捏 喔 我不太聽日文歌耶 那他們就是成為你常聽日文歌的關鍵了 嗯? 清淡的聲音 就是一束光 射進你的心靈 幫我們從一而二字放成事的衣脈中拯救出來 你是奪同一而二字放成事? 面對女同學執照辦的推薦 我只好試聽一下 超好聽 就這樣我戴著耳機聽了一整天 腦中都是他們的旋律 跟中讀的沒有兩樣 那個 我可以跟你再多接幾張CD回去聽嗎? 阿拉阿拉 看來 傳教成功了啦 哪有? 我只覺得還不錯 泣 苦 死 物 才 哪里嘛沒啦 連歌詞都配起來了啊 不要吵喔 就這樣 我自此沉迷於WINS這個團體 每張單曲專輯都買 每天回家都是大部WINS的歌 每一次洗澡的時候都是演唱會時間 啊? 糟糕 我唱的好像有點好聽 從小就很會自廢 三時上歌就只是空耳而已 根本不知道正確讀應該怎麼唸 空耳 不理解單字怎麼唸 單純聽聲音來學發音 於是我開始把他們的歌詞拿出來 對照網路上有網友打出來的羅馬拼音 一個字一個字的飆上去 啊!原來這個漢字圖成這樣子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突然搞懂一個未知緣的正確念法 心頭就會一陣爽 原來不是ありがとう 而是ありがとう 原來不是大丈夫 而是大丈夫 原來阿周很帥是かっこいい 而不是かわいい 痛撒小 就這樣邊聽邊唱邊練習 莫名其妙就學有五十音了 阿周 你說你聽歌之後 開始學日文了 收集就來聽聽啊 哦! 你是說 阿依 吾咿吾吾 撒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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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 撒 撒 以上為阿周的幻想劇場 因為學會了五十音之後 開始認真想要學基本的繪畫跟文法 於是我開始找附近有沒有日語補習班可以上 後來發現家裡附近的孔子廟 週末晚上有開放日文初級課程 三個月才兩千塊 巨便宜 就要求我媽媽讓我去上 啊!你保證就是 以前國三啊 準備大考 啊!保證就要幹什麼啦 不會啦 反正補出水底話那些都是左耳睛右耳豬 不會占據腦容量啦 以上我沒有講出來 總之後來爐勒一番 終於讓媽媽答應讓我去上日語初級班了 第一次去上日語班超興奮 想說總算可以跟一群人練習日文了 阿秋三 好機嫌唷 啊! 好機嫌唷 終於不用在自己邊看歌子邊學日文了 終於 可以跟其他人一起交流了 阿秋三 日本語上好嗎 阿秋 阿滴耶!你這麼年輕就來學日語喔 讚喔讚喔! 好機嫌唷! 到教室後才發現 整個班上低於20歲的 只有我一個人 完全沒有同年齡的人 這裡原來是一個勒鈴補習班 少年耶! 那你學日文是想幹嘛啊? 喔 我想要看懂日本漫畫跟唱日本歌 是喔! 就讚耶唷! 那北韓學日文做什麼? 阿胖的事不是看貓屁 一句一句 哈哈哈哈 救命 但其實每一個阿博阿姨人都非常好 而且上其客來非常認真 坐我旁邊的是阿輝伯 家裡是做音唸的 50音沒學會幾個 很愛講黃色冷梗 來!跟老師唸一遍 阿 阿 來! 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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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不好意思我講報警 還有一個是素華阿姨 她已經是第三次來日語初級班了 因為兒子在日本工作 所以小時候閒暇時間自學日文 素華阿姨她有一本超認真的日文筆記 欸?素華阿姨 我看你這是筆記本 都只有寫一堆50音欸 課本裡面那些揮發不是得也會上到嗎? 哎呦沒有啦 這個日語初級班 就只會叫50音啦 啊? 一個禮拜一天 一個月也才四天 能學50音就吃阿米豆腐了啦 欸? 可是你不是贏家第三次了嗎? 嘿啊 因為她只有開初級班 然後就沒有中級班了啦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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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想說來這裡當佼佼朋友 旁邊那是阿婆阿姨也都是啦 那個雷慶阿姨 已經來五次了捏 嗨嗨嗨 就這樣日語初級班的生活就此開始 每一次去大概會叫10個50音 然後下一次就會複習一個小時 上一次學的東西 基本上每一次上課 都是以一種十分緩慢的進度在進行 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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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要換位子 就這樣三個月過去 課本幾乎沒用到 而50音學到快可以到位如流了 阿你學了三個月 日記 有進步了嗎? 我學了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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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學了一句話 然後因為要準備機策 學日文再度停止 原本以為再也不會繼續讀日文的我 上了高中之後 一切也卻跟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了 當時市面上有一本叫做Juno的日本雜誌 因為每一次都會接載WINS的情報 我幾乎每一本都有買 每個月都投稿四個漫畫劇編輯部 然後在最後一期終於被登上去了 如果家裡有日本的朋友可以翻譯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國中的黑歷史 求訂閱 求按讚 求留言 阿舅小剧唱 年輕人 阿里有日本 年輕人 阿里有日本是要 是...是想文 年輕人 阿里有日本是要做什麼 年輕人 阿里學日本是想幹嘛 當然也是看A片 呃... 呃... A丹 呃... A丹 原來的 感谢观看